你能感受吗 能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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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老师好 24位女嘉宾你们好 我叫肖迪 在北京工作 是吉林省长春市人 今年29岁 谢谢 本嘉宾由珍爱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 恋爱选择 港中阵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是你的发疯搭子 这里我先做一下解释 我这个发疯搭子的概念是指 就是女生会有一些突发奇想 比如说你突然想去看日出了 或者说突然凌晨给我打电话 说你想去吃烧烤了 或者是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些其实都算一些发疯的行为吧 这个舞台的魅力就是多样性 冷静哥下去了 风子哥来了 这一条太应该给上一位哥哥看一看了 3号 你好男嘉宾 我很喜欢坐过山车 然后我希望给我的男朋友去打卡 各种各样的过山车 这个没问题 因为我之前是在澳洲流过学 然后我去过那个电影主题的过山车 然后那里边的过山车 其实我都坐了 可是其实到最后我们是五个男生一起去的 然后最后反正只剩下我们两个男生去做那个了 你会挑战做第一排吗 没问题 好的 谢谢 12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发疯搭子 比如说我会突然想起来我第二天我要去哪玩 然后我凌晨四点我就订个六点的机票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就是特别想在放雨的时候去大马路 压马路去淋雨 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特别的奇怪 但是我非常希望有人跟我一起体验这样的过程 我觉得你说的行为都算在我的发疯的行为之内吧 所以说这些行为我觉得我挺欣赏的 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 可能未来对我们的感情的升温会有很好的效果吧 就是其实我希望我们的感情是比较波澜 也不希望特别平静吧 所以我很赞同你的这些行为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你在睡前给我发税了 19号 大家好 我叫徐珊珊 来自安徽合肥 目前我的职业是一名客户经理 来这里希望能够牵手一位 有爱 有内涵 有责任的三友青年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是说你不希望对方给你发税了 那你平时跟你的女朋友晚上的时候就是 互相都不打招呼 就是第一天就结束了是吗 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 就前提如果是比如说她特别忙 有工作要做或者是前一天可能睡得比较晚 第二天就突然就睡着了 这些都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 好的 谢谢 金杨阳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你会主动给女朋友或者女生先发晚安吗 这个情况也有可能 但是我一般还是希望对方 比如说她说她困了的话 我再跟她说晚安 我如果主动发晚 那可能对方就觉得 我不想跟她聊天了或者怎么样 所以一般还是对方表达出她想困了 或者说睡觉的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才会去主动说 那你早点休息啊 然后晚安或者是表情什么这些之类的吧 好 谢谢 来看片子 不敢主动发言 不敢积极争取 不敢迈出那一步 但18岁那个夏天 当我起身走向讲台的那一刻 我才发现主动的人生真的很爽 我是肖迪 从小对数字敏感 所以本科和研究生都选择了金融专业 从悉尼大学毕业后 我选择回国进入银行工作 脚踏实地 从贵员做到金融部经理 在工作中 我主动出击 眼里有活 也会扛起责任大旗 加班到最后 我认为干什么都应该去主动 当你主动去push自己下的时候 可能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 也会取得不一样的成绩 生活里我也会主动提升自己 滑雪 飞盘 唱歌 我都会主动找专业教练去学习 平时我也喜欢主动组局 我们在墨尔本自驾 在瑞士雪山上坐小火车 生命中总有一些东西不可替代 第一就是篮球 遇到东北零下20度的大雪 也会清扫积雪只为酣畅地打一场球 小时候我想在家里安一个球框 就用语文靠近年纪前十的筹码 和爸妈做了交易 大学时有一次 家庭旅行和学校篮球赛时间冲突了 在征求父母意见的时候 我意外地收到了很多条 来自爸爸的60秒语音 大致的内容是 儿子大胆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这次旅行无非就是损失一些机票钱 去做你想做的事不要给大学留有遗憾 当时听完这三条语音 我其实内心特别感动 然后我也偷偷地去宿舍的角落里抹眼泪 就觉得我能得到家庭的支持 这一点会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更有动力地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就这种被支持的感觉非常好 我的第二个不可替代是排骨炖豆角的味道 这道菜需要火候和时间 从无到有越炖越香 这不仅是妈妈的味道 也是我留学记忆中的味道 承载着我过去的点滴回忆 虽然我们的过去无法交集 但也可以通过嗅觉记忆来分享彼此 我生命中第三个不可替代 会是你吗 到灯了 太巧了 来 开始 男嘉宾 你好 因为看你的微笑中说主动 因为我从来在感情中不是一个主动人 我今天想主动一次 我今天想主动一次 谢谢你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在哪个城市生活 我在广东珠海 工作是 我是一名房产公司的资源 房产 这边是金融 一个在东北 一个在广东 第一 老铁 你好 男嘉宾 我在VCR里看到你对气味的话 是比较敏感的 我也是比较喜欢收集气味的 我每天出门之前都会喷香水 然后我有一款特别喜欢的香水 正好今天也喷了 它是那种睡醒之后 然后雨后森林的味道 特别好闻 你要不要过来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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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什么感觉 是雨后的森林吗 是我喜欢的味道 确实挺好 所有女生都在陶醉这句表达 只有三号默默地往这边横了 生气 不许跟我男朋友眉来眼去的 11号 男嘉宾 你好 刚刚那个8号老铁 说到那个特殊的气味 其实我也是 我有一个很喜欢的 就是香水味道 它是一个桂花香味 我闻到那个味道就会想起 我外婆家门前那个院子里 池塘前有一棵桂花树 正好是在我出生那一年 而且在我出生前几天种下的 你不会今天也喷了吗 对啊 你今天用了没有 今天没有 你可以说你说放在家里的 如果男生以后有机会的话 他去闻老铁这个香味的时候 我想起我在网上看到 有女生之间互相问说 我现在想给我的这个什么微博 朋友圈写个什么名字 我想不出来一个好的什么名字 另外一个女生说我教你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加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最后加一个你爱喝的饮料 谁想试一下 来 二号 此刻的心情是心动 心动 喜欢的颜色是紫色 心动紫色 我喜欢喝咖啡 心动紫色的咖啡 谁敢喝呀 这个 老铁 心情是上头 上头 然后颜色是透明 喜欢的喝的是二锅头 上又透明的 二锅头 你正着反着说都合适 二锅头它也上头 听起来像是一个老男人的微博名字 而且我发现女生们很厉害 二号说到这个此时的心情 用的是心动 老铁马上上头 心动的plus版本 我想问一下 三号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卷得这么厉害的吗 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现在是吃醋 好 什么颜色 黑色 吃醋 吃醋黑色 可乐 醋味的黑色可乐 吃醋黑色的横顺香醋 二号 男嘉宾你好 刚刚有提到那个喜欢的气味 我还是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很喜欢的气味 是港容之面包的气味 它有着淡淡的奶香味 香浓又很醇厚 每次我吃到它的时候 就会想到我们《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也会很憧憬 那种甜甜蜜蜜的爱情 推荐给你 谢谢 我也吃过了 我也会给朋友带一些 谢谢 十二号 男嘉宾我想了解一下 就刚刚《非诚勿扰》里面听到说 《蜜蜜的齿轮》开始转动的那段经历 可以详细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具体的时候是大学的开学大家见面的时候 其实大学之前高中的时候 我是一直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然后到了大学以后 我是想逼自己一把 就是想去舞台做一个自我介绍 虽然是每个人都需要做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做自我介绍是最能让大家记住 也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他也是推动着我 变得更加外向 也不要再去像以前一样 就是比较拘谨害羞吧 好的 谢谢 刚才那片子里面 他跟他父母的关系那段 还挺感动我的 你们有没有回忆起来 跟父母的关系当中 哪一个瞬间 你们自己被感动到了 5号 我本科的时候跟我父母商量说 我要不要就选择出国 其实我家就很普通的家庭 所以对我们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当时我父母 其实大概思考了也就不到一天 就很坚定地就同意我 他跟我说 你要去追求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我是支持你要去出国的 如果你能看一个更大的世界 他们觉得这是一件 对我来说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最后我就也很幸运 然后访学的时候去了耶鲁大学 然后最后留学的时候 也申请到了全奖博士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父母 在本科的时候对我的支持 胡文倩 就对我爸爸的一个印象吧 就我爸爸他是一个 就特别有责任感 参与我生活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环节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就记得小时候就 因为我特别好动嘛 然后小时候在琴行 或者在舞蹈班 就放了学之后 然后我爸就接我去吃肯德基 然后就在那个小孩去那儿玩 然后我爸就在那儿看报纸 就那么薄薄的一份报纸 他可以看一下午 对 我下午就可以玩一下午 然后在那儿一直等我 不管后面就是我 我在外面工作 就老是觉得就我家里 就肯定会有人就等着我 就像我爸爸小时候 看那个报纸一样 好 看下一条队了 生活中主动一点很爽 爱情里也是这样 我和初恋相识于校园 他是个情感表达很直接的人 有什么不高兴会直接说 我也会主动沟通去解决矛盾 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图书馆闹了矛盾 他转身就走 手机关机 我怎么也找不到他 就给他留言 别生气了 我们聊聊好吗 后来我就在图书馆门口 一直等他 等他气消了回来找我 我能理解他用离开 来试探我对他感情的一种行为 女生嘛 适当地做 其实是一种在乎对方的一种表现 如果情侣之间从来不吵架 心平气和地就做成了朋友 后来他选择出国深造 但再浓烈的感情也低不过一国 他出国后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 他一个从来不发晚安的人 给我发了一个晚安 我突然意识到 这段感情可能出现了问题 他是一个从来不说晚安的人 我突然收到晚安 两个字的信息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奇怪 于是第二天我去追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直接跟我讲 他有了别的喜欢的人 那我当时想 他既然很坦诚地去告诉我这件事情 那我只能去选择 去尊重他的决定吧 但爱情中的主动 需要双向奔赴 否则只是自我感动 第二个他 是我留学期间的同学 性格比较慢热 为了追求他 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手写信 连续录了二十八天的视频 在表白时放给他看 希望你能洗完这个惊喜 加油 但当视频播放时 我感慨万千 他却很平静 在我半年坚持不懈的追求下 他最终同意了 但相处中 他从来不会主动联系我 这让我觉得 他的心里根本没有我 其实我并不是想他 24小时一直联系我 而是他能跟我分享一些 他生活的日常 让我能感知到他在想我 我所期待的一种爱情状态 其实是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的一种 双向奔赴的感情吧 我希望可以找到 那个和我三观一致 同贫共振的他 不需要刻意为对方 改变自身的形状 而是像两个自足的缘 相遇后 变成一个更大的缘 1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咱们两个 有很多相似之处 你是东北人我也是 然后我妈妈家也在吉林 包括你喜欢做饭 然后希望你能多关注我一下 好 谢谢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在生活中 我不是一个桌的女生 然后我微信秒回 然后我也是 事事有回应的那种女生 然后我喜欢跟你分享各种事情 可以考虑一下我 12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其实刚在第一段VCR的时候 我是想爆灯了的 但是因为3号杰子先登了 然后之后我就没法爆灯了 但是我通过两段VCR 我看到更多事情是我们很多的一致 连最喜欢吃的食物都是土豆顿排骨 然后包括你喜欢玩滑雪凤击 都是我的日常爱好 好像我后面剪视频 拍了很多很多个 然后会写两千字的长文 就写信和剪视频 是我日常当中 给对方表达爱意的一种浪漫的方式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同频的人 那我觉得现在遇到的话 我可能就会稍微勇敢一下 因为我在台上这么久 还没有留过一次灯 但是我同样也很想问男嘉宾的事情是 你希望你的伴侣是跟你很像的人 还是希望他跟你是互补的人 我觉得性格方面可以是互补一些 然后在兴趣爱好上 我希望我们是比较重合这样最好 那你希望找到你的发疯搭子吗 对 当然是希望找到我发疯搭子 有个事我跟你商量一下 现在的情况局势一片大好 但是 但是 这个男生他有一个唱歌的才艺 还没展示 你是愿意在这会儿展示呢 还是算了 我们只是快点往下走 我还是展示一下吧 来 来 唱这个 这首歌 好 这首歌 我应该是不变成呀 我什么喜欢你 想要再げ到 好多 consig 啊 我爱你 你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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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不管结局会怎么样 至少想念的人是你 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 因为我执行对你 最后一个问题 二号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个特别会发疯的人 然后特别想找一个发疯搭子 一下都变发疯的了 然后你唱歌的时候 高音有一点不太稳定 但是我唱歌的时候低音很差 我觉得这一点上是互补 但是兴趣爱好少又很相同 然后我也是金融行业 但是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在北京 我可能不在 就是稍微有点远 就如果异地恋 你会怎么去推进 怎么会去相处呢 其实我以前可能比较小 可能处理感情不是很成熟 我是比较重感情的一个人 如果以后结婚或者什么 这个伴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到那个点的时候 我其实是可以做出牺牲的 现在留的是三盏灯 除了三号之外 留一盏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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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天真的心情 最后一盏 有请12号 3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开大屏 15号 来看一下支腿是 精彩的时刻到了 太精彩了 小吉的支腿女生就是 13号 赵琴 男生负责靠谱 感性浪漫 感情中渴望建立稳定的关系 女生独立自信 温和善良 感情相对慢热 需要适当的独处 两个人在一起 会给彼此带来新鲜体验 男生负责靠谱 细腻体贴 女生独立自主 勇往直前 是互补而又合适的 一对恋人 供两位参考 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 这样的我 我的爱好 期待这样的你 选一个 一 一 我是一个来自广东的养生女孩 你所看到的我都不完全是我 我喜欢健身 喜欢去海边看日落 更加喜欢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东西 在音乐中治愈自己 在拳击中找到更多的爆发力 我是一名很典型的反差女孩 你所看到的温柔 不过都是我的外表 我只有力量 只有思想 觉得智慧从来都不需要隐藏 这些都是你即将认识更多的我 我擅长的我的恋爱状态 生活中的我 选第二个 在恋爱中是个懂得理解对方 愿意付出的女生 平时会比较粘人 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对她最好 细节酷 这样的我好听 细节酷 一 喜欢行动力强又会观察细节的男生 比如感冒时会直接问症状 帮忙买药 而不是只会嘱咐多喝热水 细节见真情 下意识的贴心行为 才会给人足够的安全感 负阳 我的感情观 我的焦虑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我选第三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负阳 我是一个爱笑的女生 平时喜欢和朋友约在一起吃火锅 工作有时会令我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喜欢去运动 空中瑜伽 还有滑雪 多巴胺的分泌 让我的心情和身体保持舒畅和愉悦的状态 还喜欢和朋友约着一起去旅游 打卡 拍美美的照片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是为什么哭 12号 我上一次哭是昨天晚上 因为昨天在录制的时候 其实又有收到 我其实是一个哭包 然后我昨天其实又一次 很不小心地 把一只蜗牛给踩死了 我是一个就是 泪线比较低的人 然后功勤能力也很强 平时看出看电影什么的 就特别容易哭 对 就分享这样一件求饰 好 谢谢 陈晓旭 我上一次哭是 跟我爸爸妈妈打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原来关系很不好 然后后面变得很好了之后 他变得很爱我 然后我们两个算是 关系改善了很多 然后那一次是我上一次哭 赵晴 我上一次哭就是在这个台上 1号男嘉宾上来的时候 说给黄岚老师一个抱抱 就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那种善良 我看到这种情境的时候 我就特别容易动容 两个小时以前 对 辅养 我上一次哭是看电视剧的时候 因为我泪点比较低 然后我看电影 看电视剧 就特别容易哭 好 来最后时间给暴灯的3号 男嘉宾你好 我平时在生活中呢 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我一直都比较被动嘛 但今天我遇到你 我觉得我们各方面都特别合适 然后你是我喜欢的那种高高的 然后爱运动还会滑雪 然后你是29岁嘛 然后我27 然后刚好我喜欢比我年龄大的男生 然后我觉得各方面都挺合适的 而且我还挺喜欢东北的 就我的口味也比较偏北方 然后我也可以为了爱 去你的城市 来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其实刚刚在第一段女生的时候 我是想爆灯了的 我在台上中久还没有留过一次灯 你希望找到你的发疯搭子吗 男嘉宾 你好 因为看你的微笑中说主动嘛 因为我从来在感情中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我今天想主动一次 我觉得现在我应该主动走过去 去寻找我的发疯搭子了 我觉得现在我应该主动走过去 我觉得现在我应该主动走过去 去寻找我的发疯搭子了 我自己会怎么让 我自己会怎么让 至少想念也是一样 至少想念也是一样 我们还是能不能相信 我叫肖迪 今年29岁 谢谢 我叫肖迪 我希望我是你的发疯搭子 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发疯搭子 爆灯了 爆灯了 1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其实刚刚在第一段VCR的时候 我是想爆灯了的 我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同频的人 那我觉得现在遇到的话 我可能就会稍微勇敢一下 因为我在台上这么久 还没有留过一次灯 你希望找到你的发疯搭子吗 现在我应该主动走过去 寻找我的发疯搭子了 多谢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人生蛋糕继续的浪漫海招 这里港人生蛋糕 真的港人生蛋糕 好事不上 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吧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啊 包括你的表达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们的一个状态 我其实觉得有一点点反差 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台上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男生比较安静 但是刚刚他牵我的时候 转很紧的 然后直到我们转身之后 其实应该是可以不用转身 但是他还是拽得很紧 然后我就会觉得 有一种被在乎到一点的感觉吧 通过我的力量感觉到了坚定 港人生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其实当他说出他想要发疯搭子 包括他全场表现的时候 我在找中间那个小小的那个矛盾的点 他显然不是一个疯的男孩子 他不是 他冷静 表情非常地从头到尾 从容 但他有一种向往 他提出来发疯搭子的时候 各位 接下来要怎么举这个发疯的例子 会非常关键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12号在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至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说在暴雨的时候 希望晚上深夜 我们两个人在街头淋雨 这是一个非常有电影画面质感的情节描述 这就要恰到好处 让他觉得不太恐惧 同时又充满解锁新世界的新奇感 那我们要表扬一下3号 太厉害了 时间差得好 你慢一秒就是这里按灯了 而且你身边不止只有一个竞争对手 我想问铁莫娜为什么最后灭灯了 我就看到很多姐妹都对她表示了好感 我就觉得这种男生的话我可能厚不住 然后我就我退出 这个心态也很困扭 你们都加入战场 那我先撤了 是不是金洋洋也罕见的留灯了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还是要更主动一点 你的这个结论我很赞同 这也是我想最后说的话 12号的最后那段话 对她最后的决心有着直接的作用 这就是沟通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积极清晰地表达了我的意愿 对方收到之后 这一点很重要